这起搜油风暴继续的在扩大当中 那么截至昨天受影响的业者 已经增加到1256家了 韩搜油的产品也已经多达222项 现在包括台北市长郝龙斌 跟新北市长朱立伦 他们都说下了重话 你看朱立伦说呢 对不孝的业者应该用刑罚来重罚他们 要一直罚到他们倒闭 而台北市长郝龙斌话讲得更直接 他也主张修法 认为对不孝业者判死刑也都不为过